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皇室故运》 《玉琛堂》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圓圆 歡迎收看本期的麒麟娛樂 記住啊 記住啊 好忙 好忙 哎 圓圆 你知道今天什麼日子 今天 王仁節 對 那個王仁節在中國來說 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什麼節日 清明 那你知道清明有哪些關鍵詞嗎 這是一個中國的傳統節日吧 散幕 然後祭拜先祖 或者已經逝去的一些仙人 對 你覺得這個王仁節 對於節目正人來說 他心目的份量是怎樣的 那肯定是相當的重 對不對 你看這假期是多少 總共我的假期都有9天了呢 正常的話 在節目正來說這個王仁節啊 他其實就是一個亞洲最大的最長的一個節日 也是節目正最大的一個節日 那這個假期的總共時間是15天 對 嗯 那麼他這個時間怎麼算呢 你知道嗎 這個我還是不知道 是這樣啊 那麼今年的王仁節呢 大概是9月6號到9月21號 那今天剛好是9月19 今年王仁節的最後三天的法令家人 今天是正式開始了 相當於中國的一個春運 就是全部放假 全國都放假 這樣一個情況 那你有發現有什麼有趣的 或者特別的事情嗎 怎麼說今天確實我是有跟一個哥哥 我們兩個人出去去街上 想去看看就關於王仁節 街上會有什麼樣的一些變動 然後其實是有點失望的 為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我們起晚了 對 好像就沒有人家報道的說 像王仁節那種到處就是塞的滿滿的 我看到很多那種照片啊 網上也有 或者我今天看到很多照片 報嘛 在車底上也去幹上做的東西 那你今天的話 去了幾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很少 頂多就是在貨備箱 多塞一點點東西出來 對 可能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時代在變遷 大家的那些運輸 一些工具應該有來的方便 就不需要說 所有人都擠在一輛車上 就用這些東西 這種巴車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來說 相對來說就是越來越往上 那麼關於那個王仁節啊 有個故事 你應該欲推穿是吧 けど 這個我好像有看到五 Hen 不太記得 你一對 想說一下吧 哈 哈哈哈 喔 是這樣啊 我这个也是道听途说 传说当中是这样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商人队 然后就把气球就是给婚 这一段不是这一段直接快点 然后把我这边放那种 乱想我在乱想 没有 你把那一段故事 不行 你把那一段 因为你这一段 你起码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你把这一段快点 我觉得这一段不必不必好 我的意思就是快点 然后我的额头上面 就是那个一团雾水那样 看着它就好 然后站着 那个后面的 往上就做到这一段 看着我这一段 当然这个后面有一定的演变的过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像高绵时代 这节目它是近代时代 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过程 可以很多很多人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情况的话 后面这个文章就演变成越来越浓重 就是这样 因为每个家里人都会有过世的人 非常多非常多 突然的冷藏 突然的冷藏 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老师 我们下期给你带来更加精彩 那个丧尸嘛 当时我们一下车 可能有五六个 在后面跟着我们的车追着跑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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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